为了让上了年纪的长辈们能够活到老学到老 教育部从几年前开始推行热林计划 并且与地方的小学配合发展出了一系列的课程 而今天上午在台大医院金山分孕的邀请之下 由来自三峡的热林中心将近40位的成员 来到万里区公所 并且针对万里金山的老人会的长辈们 到了现场举办热林自主宰活力的活动 所有的乡亲长辈能够在万里 能够在地的救养在地的热火 那这几年来我们包括我们金山医院 给我们万里很多的协助 还有我们卫生所 我相信在整个营造整个各个机关 然后创造一个身心灵的一个老人的这个医疗 还有老人的这个健康活动 我们也希望说在未来能有更多机会 将北海岸的每一个角落 让我们都能带快乐的元素给所有的长辈 在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环境下活得更好 然后更健康 有跟玉琪想的不一样 因为本来想说 我没有想到金山万里这边 人口其实没有我想象的少 还蛮多的 而且老人家其实都愿意出来 今天现场也公所这边帮我们号召了100位当地的长者 我们也觉得表演的学员表演的特别起敬 因为其实现场还蛮热闹的 三峡热林中心表示 今天来到万里以为这里的人口较少 不会有什么人潮 不过结果却让他们相当的惊讶 棉卫阿公阿嬷们表现得都很热情 在台上的带动之下 也跳得相当的卖力 而今天准备了许多的表演 包括平常课程里所练习的筷子舞 以及韵律舞蹈等等 这也让现场的长辈们是非常开心 多胜 多胜 健康啊 大家的运动健康啊 运动健康啊 很好啊 这就很好啊 没办法啊 我这些老人会都会的啦 你看很多人 真好啦 我才来回来一个机会 如果申请散步还是要来这里 大家好像纪念一下 大家看身体的健康啊 对于我们老人的健康很有幫助 多少运动手势啊 因为这办这活动就是 要鼓励老人来参加 他们都做一些体操啦 不要常常在家里 虽然我怕怕而已啦 为了鼓励老人家 能够多多的走到户外活动 台大医院金三分院 也特别与三峡的二林中心 来到了万里驱公所举办活动 希望长辈父亲能够活到老 动到老 在心灵上也可以充实许多 记得许多安逸万里采访报道 好 好 感谢观看